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就是中国教会何去何从 从加尔文与经验主义说起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 是从我们课程本身内容和神学界的主题的变更讨论 以及对中国教会现在特别是学习改革宗的圈子里面出现的一些偏差 主要是和我们基督教要义课程内容相关有关联性 为出发我以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它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无论你读哪一卷 一二三四 其实你如果留意的话 加尔文牧师总是在批判什么经验哲学家 经验神学家等等 类似这样的话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加尔文在反对经验神学 或者是反对经验神学家的一些观点 这是一方面 于是乎我们就以为加尔文是反经验神学的 第二呢 在基督教神学历史当中 特别是在研究加尔文神学 改革宗神学的连贯性和不连贯性 延续性和不连续性的这件事情上 特别是19世纪到21世纪 从19世纪开始有一个讨论呢 就是认为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 你可以说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是不是一致的还是断裂的 或者说加尔文与改革派正统主义 待会我会解释 之间是不是有割裂 加尔文之后的他的学生们 从博萨到图伦丁到等等 这些人 他们的神学是不是背离了加尔文 有这样的说法 也就是出现了加尔文和经验神学的张力 加尔文和后来的改革派正统主义之间的张力 于是乎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呢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就是什么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有负面的评价 一提到经验主义 我刚才说了20世纪之后 20世纪为什么呢 其中出现了一个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 很多人可能知道 他就是提出了这种论调 认为改革派正统主义就背离了加尔文的神学 所以出现了加尔文和改革派正统主义之间的 张力特别是经验主义 那么负面的评价说什么呢 一般在提到正统主义或者经验主义 这个用语前面一般都会加上死的 待会我会解上正统主义和经验主义 神学之间的关系 一提到正统主义就是死的 后来芬妮也不是也谈了吗 这些近前主义者 这些复兴主义者也提到 神学都是死的理论等等 这种轻蔑的描述 经验主义也是类似 被加上经验主义这个名词 也是被加上什么是枯干的 污燥的 没有生命力的之类的 这样的批判性的描述 经验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经验主义英文是这样的 拉丁语 就是经验主义或者是经验哲学 它的意思就是指学院或者是学校 Academy 是指学院和学校里面的学问 也就是说是指学校里面教学 教育和讨论学术的方法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什么人文 还是神学 它是指一种学术方法 讨论研究方法 不是指内容 所以提到经验主义的时候 主要是强调学院式的学术方法 简单的说 就是在学院里面教导和写作时 使用的一个特定的方法 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当然这个很复杂 我就简单的整理这几点 第一是它精巧的学问对话方式 非常严谨的精巧的学术性的对话 采取适当的讨论的顺序 你要讨论的话 要按照一定的规矩 一定顺序来讨论 或者形态 它的顺序和形态 然后提出讨论 或者至于某事件的一种形式 然后适当的安排讨论 或者是辩论问题 这个议题或者说疑问 常常规定对问题的讨论 限定这个讨论的主题 或者是方式 或者是规则 指出对问题答案的一系列的反论 有了问题 按照提出了问题 然后有这样的讨论的形式和规则 议题 然后后面有反论等等 有主张 有反论 然后再充分回应 所有反论之后 有这样的反对吗 提出一个主张 有反论了 然后再对这个反论 给予尊重 尊重他们所提出的信信息的资料 以及合理的讨论的规则 当他讨论的这个合理合法方式对 顺序对 规矩对的时候 给予肯定 然后形成对这个议题的答辩 对这个论题的答辩 然后更精密的斟酌 总之呢 就是一种学术的讨论的过程 它不是随便的 你可以联想上现在网民之间那种吵架 是不按套路的 也不按规矩的 不是严格的学术讨论 所以大家也不懂什么是严格的学术讨论 举证也好啊 讨论的过程也好啊 讨论的方式也好啊 讨论的顺序也好啊 或者说这个概念的定义也好啊 甚至有的时候人身攻击等等 这个就不是经验主义的啊 这不是按照严格的处理学问 讨论问题辩论 或者是讨论议题的方式啊 那他的时期呢 有中世纪的这个经验主义啊 还有宗教改革时期的啊 特别是还有这个16世纪 17世纪改革派正统主义的这种经验主义啊 然后包括现代的啊 这种经验主义等等 我这个详细的我就不说了啊 一笔带过 他的形式也很多 多样性啊 虽然说经验主义 但是形式很多 当我们查考从安瑟伦到伦巴德 其实这些人 大家读要义的时候出现了 翻译的名字可能不一样 还有阿贵纳 还有这个斯科 斯科托斯 还有奥卡姆 然后进而到 博萨 赞修斯 盖海尔德斯 然后柏拉努 还有阿米涅 帕金斯 托伦丁 马斯里 赫特 等这些经验主义新教学者 也可以 当然这面是博萨 往后的是新教 虽然是阿米涅 是被定为异端 但是他也属于新教阵营里面的 不是说他正统的意思 所以可以看出 看到某种神学的结果 不是某种神学的结果 或哲学的观点 这种化一的实体 不是在神学上 有一致的统一的一个实体 或者说哲学上的一个统一的概念 而是广泛的 多样的 他们里面包括奥古斯丁主义者 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然后绝对主权论者 还有神人合作主义者 哲学的实存论者 还有有名论者 唯名论 唯实论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不同的 可能主张 主义 思想 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学术方式 所以经验主义 主要讲的是方式 不是内容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加尔文批判经验主义呢 加尔文所批判的经验主义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加尔文的经验主义的教育 他接受的 我们一般说人文主义教育 实际上包含着经验主义 他所生活的这个年代 他读的大学有巴黎大学 孟太古学院 还有奥尔良大学 然后伯基大学 辗转来辗转去 一开始想读神学 他爸爸让他做神父 后来让他改读法学 因为法学觉得 他爸爸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 就觉得还是读法律 正前好 他爸爸绝对的是聪明人 这个实用主义 非常懂的 然后让他读法学 他就乖乖读法学 后来等到爸爸去世了 他有这个自由了 又去读神学等等 所以他在当时的这种古典的教育里面 大体上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文科 我们现在所说的 一般所说的本科 本科他们学什么呢 就是古典语言 包括两系 希伯来语 希腊语 还有拉丁语 还有什么历史 哲学 修辞学等等 就是说本科是让我们 具有一个人应该可以学习高级知识 或者做学术基本的素养 你基本要懂语言吧 你基本要懂修辞学 什么诠释 历史 哲学 就是训练人的思考 修辞说到人的这个文章和什么 包括辩 推理 等等 逻辑学等等 哲学 这样修了以后 他才进入这个高级的课程 高级是基本上三门 神学 法学 医学 那加尔文读的是 法学和神学 当然这就属于高局 我们现在所说的硕博 硕博 就这样 也就是说加尔文呢 在当时法 这些大学呢 奥尔良也好 巴黎大学也好 巴黎是经验主义 经验 经验主义是非常重心 他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学服 第一位的学服 想做神父 必须在巴黎大学毕业的 然后奥尔良呢 比较人文主义 这个人文主义运动兴起 他比较代表人文主义的 经验主义的可能逻辑思辩等等 奥尔良呢 这个人文主义呢 比较强调这个材料啊 文本啊 等等这样的 所以加尔文具有这些素养 那加尔文的神学方法 我们主要根据基督教邀义 大家在读药义的时候 我也是反复强调 如果这几年来一直跟我学的同学 留意的话 我反复的强调跟大家 不要只是死经背 或者说只是巴基督教药义里面 一些内容 你在这些土壤里面 在这些材料里面 发掘出真理的元素很重要 但是同时你要留意 你如何去发掘 你如何去获得这些信息和情报 你得到信息情报的结果 知其然很重要 但是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话 就是笨蛋你知道吧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学课程 是让我们基本素养训练 让我们去背学术能力 但是中国的教育呢 和韩国也差不多啊 韩国比中国强也强不了哪去 那种什么 因为韩国也受到中国的科考制度影响嘛 现在也是应试性特别强 这种背呀等等 但是韩国大学更受西方的影响嘛 教授们大部分 这个他们早期是宣教士 后来是韩国海外留学过来的 这些学者包括外教们来 现在基本是西方的那种课堂讨论 特别是大学时候也训练 他们辩论讨论 硕士的时候就更样 所以他们相对比较注重 学生的个人的综合能力培训 当然这两个国家共同的 就是应试考试那种背答案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种速算 我们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较注重的是推理 一些公式 一些原理 然后你自己要推导 推导的过程可能慢 甚至错 但是推导的过程 是培养人的一个思考方式 和论证 环环相扣的这种能力 虽然它没有效率 但是它训练人的能力 数学集合等等 但是现在那种老师教你速算的方法 它是强调结果 你怎么在几秒钟的迅速的得出答案 所以你可能什么 这个我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最最厉害就是快等等 那学习可能是最重要的是 你找到答案 结果所有的论证的过程就没了 可能变成了一个考试 高级机器 但是这个人呢 它的逻辑推论过程没有 这个是致命的训练啊 致命的教育 这种急功近粹的这种结果 为中心的这样的训练呢 就忽视了人的 育人的这个作用 大家都是一个考试机器 大家都是这个 拿这个高成绩的机器 然后一考试嘎嘎地 然后结果呢 实际上我们的思考 我们的思辨 我们对文学 我们对哲学 我们对历史 我们对很多的东西 我自身的这种训练不足啊 所以成绩很高 但这个人很笨 这样的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基督教要里 你仔细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内容 加尔文在讨论内容的时候 他有他的方法啊 所以我们看到 他在基督教要里面 是处理问题的时候 首先他会提出圣经的根据 当然有先从旧约 五经 然后再从先知书 诗篇等等 然后圣经 新约 新约里什么四福音 基督的话 然后使徒的话 使徒也讲到什么 彼得呀 保罗呀 等等 约翰啊等等 这样的顺序哈 新旧约圣经的证据 然后他会谈到 一般会涉及到教父 奥古斯丁啊 什么 俱普良啊 等等这些 然后包括晚一点的那些神学家 包括中世纪的一些 我们说伦巴德呀 等等 这些学者们的一些正确的观念 或者错误的观念批判 然后他也会提到信经 虽然他不直接说什么什么的 有的时候他会说 什么加克顿信经啊 什么大 教会大公 圣洁大公会议的决议啊 等等 其实他就是谈到信经啊 他谈到基督论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 什么亚塔纳修啊 包括加克顿啊 等等这些里面的内容啊 然后再回到具体的世界 对于我们当今 我们的教育 我们今天透过圣经 透过历史这样的分析 答真理 原理是这样 那对于我们今天 面对天主教 这个问题 他的错误 或者异端 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就有这样的过程啊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诠释圣经的时候 处理文本的时候 处理文本的时候 无论是圣经 还是古代的文献 信经也好 教父也好 他的方法呢 是文学的 什么叫文学呢 就是文法的哈 按照文脉 你常常听到 加尔文牧师在几十圣经的时候 文脉等等 或者说语法 作者的意图等等 其实这个都是从文脉里面找的哈 文学性的 你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你能够判断作者在说什么 你不是断章取义 你在文脉当中 作者的论述过程当中 去理解 去掌握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 同样去普良 说教会之外没有救恩 天主要就是天主教的解释 加尔文也同样用他的话去 但是天主教的解释 和加尔文的解释 就不一样 对不对 等等 甚至他们天主教 引用一些教父的思想的时候 加尔文就指证他们 他说他们的引用是错误的 等等 这就是文学嘛 在文章里面掌握作者的意图 无论是解经还是文献 然后再去历史的 历史的 比如说解经 他当时保罗说这个话 当时的教会要处理 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这么讲 当时有什么问题 出于什么这样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周四也会谈到这个伊路撒冷会议 让定出这种不可吃血勒死的牲畜 奸淫等等 这些内容到底是出于什么 他就是这个就是处境的问题 长时间不写 或者说这个背景的问题 长时间不用中文 字也不行了 忘字 然后历史的问题 就在那个文本当时的处境当中 试图去把握这个真正的意义 当时处理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天很多国内的基督徒也好 在读经的时候也好 读基督教的文献的时候也好 常常缺乏这种历史性的能力 贴加尔文的 贴巴文克的 贴什么清教徒的话 随便断章取义 结果主张的 你发现你是绑架这些学者 然后主张你自己主张的意图 无论是关于唱诗篇的问题 还是关于什么 我们今天关心的一些教会论的问题 或者救恩论的问题 其实他忽略了作者那句话 他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处境是什么 他那个话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跟我现在是有联系 但是那个作者当时处理的 是有微妙的差异的 甚至我们如果不考虑他的历史性 我们可能就扭曲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还有就是神学性 你文本处理历史 然后神学化 他主张的不变的神学性的原理是什么 或者是以正统的教义 再去反思评价他的主张 然后最后就是实践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这个过程既是人文主义的 也是经验主义的 经验主义里面不光是讨论的问题 包括他们对文本的处理等等 也是这样的 他们有一定的方式方法 那加尔文对经验主义神学的批判 他所批判的是什么样的经验主义呢 既然我们刚才谈到了经验主义 是一种学院教导或者学术讨论 或者做学术的一种方式 那么是不是加尔文就是反对 所有的经验主义呢 不是 他特别反对的是中世纪 中世纪 特别是中世纪的经验哲学里面的一些错误 比如说以理性为前提 为出发的推理 什么意思 你发现他们加尔文批判 他每个经验主义的时候 其中有个特点 他们不是基于圣经为出发点去推论 而是已经有了一个 不受圣经约束的 孤立的一个先有的概念 以这个概念为出发去推论 去主张 这种以人自己的理性为出发的做法 为前提讨论的 还有呢 就第二种就是无意义的思辨 我们常常说这个批判经验神学家 或者中世纪经验神学的时候 常常有一种不符合历史的一种论调 就是认为这些经验神学家们 讨论天使 一个真尖上到底能够占几个天使 实际上经验神学家们 他们没有讨论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个错误的批判 却反映出了经验神学家们 中间有一些沉醉于喜欢 讨论一些根本不具有现实意义 既不具有神学价值 又不具有实践意义的 对教会没有益处的一种抽象的思辨 比如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的人呢 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呢 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不是圆的三角形的圆呢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毫无意义的思辨 基于人理性的先有的观念 然后演绎推导出来的思考 毫无意义的思辨以及错误的思想 他们主张那些错误的观念 所以加尔文牧师不是否定经验主义这种学术方法 而是否定他们中间提出一些荒谬的想法 一些错误的神学 或者说以理性为出发点 以人理性为本 以已经有的一个先有的条件为出发 去推理导出某种结论的这种做法 特别是在神学上 不是基于圣经 不是基于神的启示 不是降服于神的启示 不是顺从神的启示 不是做圣经的学生 不是戴上圣经的眼镜 不是被真理引导 从圣经里面倾听三一上帝的话 所以这种做法在神学界里面 是无以切有害的 甚至是荒谬的 所以加尔文牧师在批判经验哲学 或者经验神学家的时候 不是全盘否认 而是否认他们的一些错误 一些毫无意义的思辨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 加尔文和他后来的 图伦丁啊等等 16世纪 16世纪末到17世纪 大概这样的区分 被称为这个改革派正统主义 或者说更正教正统主义 什么叫正统主义 那一提到正统主义呢 往往成为也跟这个 前面已经说了 经验主义一样 都是死的 死的正统 常常听啊 死的道理 死的神学 枯干的 没有生命的 等等 那实际上这是偏见啊 我刚才也提到巴特 谈了这些文 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神学家们 他们都比较强调着 还有强调这些神秘的 主观的体验的 强调生命的 所谓的生命啊 一般都是有这种倾向 那么正统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差别什么呢 正统主义侧重是内容 经验主义是侧重方式 正统主义强调的是 他们的教导是正确的 正确的教导 正确的教义 而经验主义呢 就侧重于强调他们讨论 或者是从事学术 研究 写作 讨论等等 他的方法 所以获得知识 讨论知识的一种方法和内容 所以改革派正统主义 又可以说 他们的神学是这种经验主义的神学 不同的意味 所以有的人说 他们是经验主义等等 当然跟中世纪的 要稍微作为区分 那么我们来看 加尔文和后期的 他的后 当然改革派正统主义 不是唯独加尔文 这个源头 他们常常引诱 这个加尔文的作品 引用的很多 可以说更 最主要是引用加尔文 但是还引用其他的作品 所以不是唯独加尔文 但是可以说 在思想上是承传加尔文的思想 甚至其他学者 与加尔文相似的等等 虽然不是单单引用加尔文 但是很多都承传了加尔文的思想 所以他们之间呢 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像我们前面说 有人说是背离了加尔文 那是不是背离了呢 我们用这种连续性和不连续性 首先我们来看加尔文 改革派正统主义和加尔文之间的连续性 改革派正统主义 他们并不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批判 那种偏见 说他们就是死的神学 他们没有生命 他们脱离圣经 他们都是靠人的逻辑 人的思维 先入为主 人的理性 做神学 他们都是哲学性的神学 哲学性的神学不错 但是不意味着他们以某一个独立圣经的 先入为主的哲学概念 前提为出发去做神学 不是这样 实际上你如果去研究他们的作品 你去读这些代表性的清教徒的作品 这个改革派正统主义的作品 清教徒是属于其中一部分 不是全部 但是包括这一部 然后他们都是做神学 首先他们都承认圣经是最高权威 我喝口水 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受过日内瓦学院的训练 受过大学当时的一些大学的训练 他们在当时也是在社会上 也是非常有学术实力的这样的人 他们也懂哲学 他们也懂推理 他们也懂这个修辞变数等等 他们有很多卓越的这种文化素养 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是把自己的理性高举过一切 以理性为出发 信任自己的理性来做神学 他们乃是高举圣经 以圣经为权威 他们从圣经的注视为出发 来阐述圣经当中的真理 而且同时他们也在圣经这种绝对权威 圣经作为神学的唯一和甚至最高的知识来源 同时他们也尊重 也认可那些延伸的权威 或者次要的权威 次等的权威 比如说教父的作品 或者中世纪学者的作品 他们也会 但是他们不会盲目随从 他们也是基于圣经去反思 去批判性的去采纳 尽可能的让他们所引用的这些学者的观念 是符合圣经的 学员他们引经据典 但是他们不是引经据典 借用别人的权威 名人的效应 来支持自己的谬论 不是这样 不像今天有很多中国基督徒一样 引用这个引用学者的话 实际上是让学者为自己背书 为自己的谬论背书 这种肤浅的 随便的加脚注的这种做法 引用 断章取义的引用 不是盲目的随从 批判性的 这也是我跟大家说 我不是唯独加尔文 我也不是唯独基督教要义 好像除了基督教要义 就没有好书了 除了加尔文 就没有伟大的学者 或者是 别人的思想都不认可等等 不是 然后活 灵活的善用他们 当他们处理 某个圣经主题的时候 他们也会引用 加尔文其实已经做了范例 然后同时他们 也是次等的权威 注意次等的权威 或者是延伸的权威 次等的意思就是说 他次于圣经的权威 圣经是最高的权威 延伸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权威依赖于圣经 当他从属于圣经 依从于圣经 表达产生圣经的时候 他具有权威 我们需要顺从 反过来 当他与圣经相悖的时候 他就没有任何的 要求我们绝对顺从的义务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加克顿信经 亚特纳修信经等等 这些重要的历史上公认的 正统的信经 改革派正统主义 他们也引用 当然他们也制定了自己的 这个什么信仰告白 等等 信条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们也这个 延续了正统的教义 这是大体上 他们里面有多样性 但大体上 他们也有差异 但是我们整体上来看 正统的教导 正确的教导 正确的教义 这是连续性 和加尔文之间都一样 都是以圣经为权威 都尊重这些次等的权威 甚至引用他们 然后他们都主张 这个正统的教义 那么不连续性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之间 存在的差异呢 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面对的挑战不同 所以他们关心的焦点 可能也不同 讨论的这个方式 甚至也不同 那加尔文呢 举例来说 加尔文当时 他面临的是天主教 那一开始就是为了辩护嘛 是吧 第一出版的时候 三六年那个出版的时候 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他主要是向这个 把王去辩护 我们不是这个重启派 我们是正统的 是符合圣经的 新旧约圣经的 是符合基督教训的 使徒教训的 正统教父的 大公信仰告白的 反而天主教是错的 是吧 然后去辩护自己的立场的同时 提出了很多天主教一端性的教导 他们的礼仪啊 他们的神职员的腐败啊 他们主张一些荒谬的 这个教导啊 等等 他们在旧文论上的 这个神人合作论啊 功劳主义啊 什么圣徒的中包祷告啊 等等 这个余父的这个功德啊 什么赎罪卷啊 补赎礼啊 等等之类的 教会论的 他们的圣旨腐败啊 他们讲异端啊 他们私自 这个创造新的教义啊 他们发明新的这个礼啊 制定不合乎圣经的 教会令啊 教皇令啊 等等 批判他们啊 说他们是假教会 等等 类似于 而且不但如此 加尔文处理当时的异端 比如说塞维特是比较代表型的 历史上的异端虽然也处理 但是当代的异端 他那个论敌 批判他的主张 反对一些正统信仰的 批判改革派信仰的一些 错误的论调 他会处理 然后再也就是 在改革派 注意改革派 他是大的 就是从天主教 脱离出来的 第一代 第二代 包括路德 包括莫兰顿 包括苏黎世的这个 茨云里和布林格 包括加尔文 还包括什么 法洛勒 或者是布塞 布瑟 等等 斯特拉斯堡等等 所以这些改革派阵营里面的人 包括英国 当然这都是改革嘛 虽然他们改革的动机和方式 目的不一样 包括重启派 所以改革运动当中 整个宗教改革运动里面 我们不要只是想到正统的这个路德 加尔文等等 茨云里等等之类的人 还有英国的这个仕途的改革啊 这种改革 我们把它作为改教运动的其中的一个支流嘛 虽然这个亨利八世 他改革纯粹是私 不是出于教会信仰第一原则 而是他自己的私 个人取再婚的这个目的啊 政治目的或者再婚的目的 再婚的目的生儿子嘛 儿子的目的是这个王位的问题嘛 所以政治目的等等 那重启派呢 是其中一个改革运动 改教派里面的一些激进的 不是激进的 我写错了 激进的改教运动啊 它就相当于 奥古斯丁时代 那个时候的多纳图主义者 多纳图主义者 他们当时不是 我们一般从教会历史来说 初期教会嘛 500年前之前都是早期教会嘛 古代教会史 那个时候受到逼迫300年左右 是吧 300年前 300年前 然后313什么等等 这各种设令啊 什么合法化啊等等 等自由之后 他们面临着一些 在逼迫当中 践踏圣经 离弃信仰的 这样的妥协的人 这样的监督主教 是不是要让他重新复位 复职 继续去牧养教的 有的人悔改了 然后是不是要接纳他 那问题啊 多纳图主义是绝对不可以 奥古斯丁说可以 只要真悔改了 可以 因为真教会里面 有拜子和麦合混合 真信和假信的混合 真教会允许存在犯罪的可能性 或者是罪人 这个罪人不是说教会纵容罪 是教会本身 它就不是完全的 从基督的救恩来角度 这个宝血地位的角度是 教会是圣洁的 分别为圣归给神 因为基督的血成为圣洁了 成圣了 分别为圣了 但实际来讲 教会仍然是在肉体当中 在败坏的人性当中 在试探当中 在这个世界 所以仍然在挣扎当中 会顺从私欲 或者是意念当中 行为上犯罪的情况 所以地上的教会不完全 是向着完全发展的过程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是多纳图主义认为 教会是纯绝的 任何罪是不可以在教会里存在 所以多纳图主义是一种 不符合圣经的 听起来挺美的 这种理想主义的 非现实主义的 不符合圣经的 教会论的一种异端 那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呢 类似的主张的就是重启派 他强调教会就是教会 教会是属灵的 教会绝对不能听政府的话 绝对不能跟这个政府扯上关系 教会应该独立 单单顺从基督 以基督为王 讲到这里 我想的和大家想的可能不一样 也可能产生共鸣 我们我之前也跟他就讲了 中国很多老一辈 包括今天的基督徒 包括一些自称为改革宗正统的大师 中间的教会论 其实都是重启派的 他骨子里面构建的 嘴皮子上说是这个政教分立 不是分立 是分立 各自干各自的事 适当的结合作 但是有的是分离 分离主义 重启派就是这个观点 政府绝对不能干预教会 教会就是属灵的团体 所以唯一的王是基督 这个好像是对 但不完全对 他就忽略了教会在地上 作为公民 作为这样的宗教团体 他要顺从君王 顺从政府的制度 然后顺从到什么程度 那是另一个为事 采取割裂 完全让政府不涉足 不触碰的这种分离主义 这是其中一点 还有就是谈到 他认为宗教改革家们的改教是不彻底的 所以从事很多 包括毁掉这个圣像的 包括很多这个过激的这种改革 然后加尔文也在批评他们 有很多过激的一些主张 属灵的属灵的主张 属灵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不是符合真理的 是属灵 混到一定程度 他们自己觉得这个才是真净钱 这个属灵的这样的激进的改教运动 所以加尔文那个时候处理的很多 所以基督教要义里面 你发现他在阐述正统教义的时候 也批判那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 都会提到天主教的 包括一些异端的 包括一些激进的改教派 重启派也是异端 重启派也是异端 所以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关注的焦点 是和他所具有的时代的特性有关的 然后同时早期是辩护天主教 辩护正统 下后来的这个1959年的这个版本 最终的版本就比起什么说服法王 更多的是为了这些热心的追求敬钱的 寻求真理的人 能够进入圣经真理的里面 让我们掌握这个敬钱的体系 敬钱的要指 敬钱的核心是什么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种教导 或者是基督徒扫盲的一本教科书 为了更侧重于教会的建立和教导 正面的去教导这些信徒 脱离天主教的 长期在天主教里面 弥撒拉丁文礼拜 不懂圣经 因为拉丁文圣经 他们也读不懂 所以天天就看礼拜 旁观乌鲁瓦拉的这样 得不到牧养 得不到教导 甚至中世纪晚期的时候 圣职人员 神职人员 神职买卖 一些目不实钉的一些人 就做神父 做主教 做监督 结果他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履行传道人的 忠心教导真理的职责 甚至有的人在 夏威尼 自己在北京幕会 实际上自己在美国长期居住一样 这样的传道人 根本没有办法去幕会 然后随便雇一个人 然后去代替你在教会里面 去维持牧师职位 去安排一个什么传道人 他一起目不实钉 去讲道 维持那个厂子是我的 教会是我的 我还受着主任牧师的待遇 但是实际管理呢 我已经不管理了 也不探访 然后有一个人在那维持厂子而已 类似这样的情况下 信徒都是在无知当中 所以离开天主教之后 怎么去系统的去教导圣经 给他们在真理上扫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一个是内容 一个是建制 所以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 早期特别是第二次日内瓦施工的时候 开始从事什么社会法 包括教会法 教会的礼拜模范 礼拜的秩序 包括什么教会的治理 职份等等 训练培训 日内瓦学院等等 他就开始全方位的去 从事牧养的工作 所以他的时代的挑战是这样 那改革派正统主义呢 是加尔文死后 他的学生们 博萨也好啊 包括这个我们所熟悉的 遇到了很多 所以他们面临着这个神学精细化 系统化 不是说加尔文那个不系统 而是说更加精细的 为什么 17世纪就开始面临着这个理性主义的抬头 笛卡尔啊等等这种理性主义的抬头 包括阿弥陵主义的兴起 包括索西尼这样的异端的兴起 他们要面临着什么一些神的主权 人的意志 救恩论上的这个恩典的这个层面 人的功劳责任的层面 什么这个预定的时候 这个到底是上帝在堕落之后 预定人呢 还是堕落前呢 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这个就堕落前拣选 还是堕落后拣选这个逻辑顺序的问题等等 和宗教改革时期是有些差别的 所以他们要求他们更精密的 更系统的 更细化的 在宗教改革打下江山的基础上 更加精细的去雕琢 更进一步的去阐述 而且不管如此 因着挑战不同 处境不同 幕会状况不同 所以他们强调点或者侧重不同 而且方法不同 那加尔文呢 我们之前说到 他虽然受到了这个 经验主义的这样的训练 也受到人文主义的训练 但是他所采用的方法 是基本上那种说服方法 说服的方法 而改革派正统主义呢 是采取的方法 论证的方法 你读图伦丁的 他的作品的时候 问答方式 一问一答 莫非这样 断乎不是 因为你知道如何如何 等等 这样一步一步的反证 提出一个论点反证 然后再批判 再论证 圣经等等 教父文献 这样的论证方法 所以方法上有一些区别 不是绝对的 但是有些差别 那问题就来了 时间到了 我尽快的整理 问题就来了 原来加尔文 其实也不是反对 所有的这种正确的 做学术的方法 他所反对的是那些抽象的 思辨的 以人为理性 人的某一个理性的前提 为出发去做神学 或者说这个错误的教导 改革派正统主义呢 既成绩了宗教改革家们的 圣经权威 教次等的权威等等 这些正统的信仰的 同时面对新时代的挑战 不同的问题 他们采取的学术方法 可能不是说服式的 而是辩论式的 论证式的 所以方法不同 而且内容的形式上更加精细 更加细 更加逻辑化等等 但是不意味着他们之间 改革派正统主义就背离了 加尔文主义 那么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 中国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教会与正统主义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是我引入这个主题 非常重要的关系 没有关系 我就不这么讲了 中国教会基本上受到的 普遍的大的传统是 无论是小群的 是生命会的 是林恩派的 是金钱主义的 长老会不是没有 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 现代教会史当中 这个49年之前 其实1900年到49年之间 是有长老会 甚至49年之后 也有长老会的这个痕迹和传统 但在长老会的这种传统里面 它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大家所熟悉的 这个后来加入三字 留在三字里面的贾玉明 其实基本上是长老会的这个论调 他是受长老会这个宣教士的培训 但是他结合了一些这个复兴主义 这个凯西克主义 林恩的那些东向 所以他的这个叫做神道学里面 谈到旧恩论的部分 谈到圣灵的部分 他谈了很多 就是有一些这个林恩的东西 当然他的这个末世论也是前前时代论的这个前前世年派 但是基本上他是长老会的这个底子 那他是 但是影响不很大 在信徒的一般生活当中 更多的是神秘的经验的 还有生命的版经验主义的这种思想是比较普遍的 无论你意识到没意识到 我们都以某种生命 敬前为前涉 不知不觉就在反经验主义 那反经验主义的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反神学 为什么 认为那都是理性的 理性主义 人脑子搞出来的 人的理论 而且神学就引起争论 避而不谈 不谈神学 大家都相安无事 其实你骨子里面都有神学 只不过不用神学去标注他 标记他 你自己的主张 你认为那是圣灵的感动 圣灵教导你的话 来自真理的话 其实你发现你教会里200人 你都让他解释一段经文 小组就会 你让他谈谈 理解出 你发现这个200个 200个人都基本上可能有 七八十种主张 那大家都是从神领受的话 那这个神里面就出现 七八十个不同的启示 不同的主张 神自己就自相矛盾了 为什么 其实我们就忽略了 我在解经 读经的时候 不管有圣灵工作 还我自己的理解 照着我的经验 照着我的水平 照着我理解事物的能力 我再理解圣经 我再解释 所以我的解释和圣经本身的意思 不要等同 我的解释可能错 圣经没有错 我的解释可能会错 所以我的解释就是我的神学 这就是做神学 神学化的过程 我只不过没有意识到 这个过程而已 我以为那是神直接给我的启示和亮光 照着神的应许去鼓励大家 不要灰心沮丧 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要么就是照着神的话 责备他们 你们离弃上帝的律法 不遵守安心日 上帝要检除你们 咒住你们 审判你们 所以你们要悔改 这两个都是造就人的好话 不是聊贤客 所以无论是督则 无论是劝勉 无论是归正 软弱的人要扶持 灰心的人要勉励 那不守规矩的人要警戒 对不对 都是好话 造就人好话 所以我们认为是说积极的话 造就人好话 就是说那个铁人的话 捧人的话 都是说正面的话 称赞的话 责备的话 所以西方有一种教学 不能责备孩子 等等 责备也是很好的教育方法 甚至打 现在什么保护儿童 不准虐待儿童 这个很小心 因为法律变了 世俗的法律不健全 为了防止家庭暴力 有它的好处 但也有它的弊病 父母管教儿女 不管是用说服 有的时候需要去 这个鸡毛胆子 以前的学校老师 适当的用这个尺子 或这个惩戒学生 现在是不可能了 甚至学生打老师 这个脸的吐吐沫 讥笑他 这种根本没有尊重 我们不谈儒家的什么 这个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就连常理都没有了 那种社会秩序就乱了 男女平等 那家里面男女平等 家里的秩序的地方 人人平等 那父母和子女之间的 伦理也没了 人人都平等 那你怎么不跟你老板 争取平等权呢 老板就不搭了 你明天不用来了 所以人就有意思 人就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总是应用在特定的处境里面 不会普遍应用 所以我们以为神学造成骄傲 实际上其实不是的 无知的时候你好我也好 等你认识的时候 你就有问题意识 你就不懂医学的人 你这个脸色有点发黄 他也不觉得你什么 什么肝有问题等等 懂医学的一瞅 看你的舌 这个舌太 嘴唇 眼睛 血丝啊 什么这个面色 他马上就知道你最近 这个哪个器官哪里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有神学 有真理的人 有光的人 会发现罪恶 会有问题意识 会经常批判和提顿 不是所有的批判 都是负面的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 我们责备某些特殊群体 说他们从来不是努力解决问题 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那这种批判在教会里面不是也一样吗 我们中国基督徒批判某些组织的时候这么批判 而我们自己教会不是也是在消灭提出问题的人吗 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解决那些提出问题的人吗 反升学 还有反教义觉得那不是圣经 唯独圣经主义 唯独这个读 唯独圣经 我只读圣经 什么书都不看 那都是人写的 骄傲傲慢 然后神学都是枯干的 都是死的道理 与生命无关 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要解释就多了 总之大家都熟悉的这些口号 还有就是主观主义 反教义是因为我们已经给教义扣上那些帽子 戴着那偏见 戴着有色眼镜 还有主观主义 强调个人的亮光 神对我说 我的感动 我读经时候 神的亮光 好像上帝直接对我说话一样 个人的直觉 就是特别主观 别人都是错的 就是我对的 也不透过更多人的意见 或者更多人的理解来制衡 诠释或者是辨息我的感受 对不对 也不查验 你不属灵吗 但是你读格林多 格林多保罗教导 他们说 有人说 有人这个有感动说话的时候 另一个人要说说 你就闭嘴 要查验 对不对 坐着的人 不讲的人 要查验那个说的人 不能什么张嘴 说的什么都是阿门 阿门 都是真理 说的对就阿门 说的不对 要拒绝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 你在讲的时候 别人在查验 别人在讲 你也应该查验 这个就其实教导了 我们主观的 所谓的感动会有错的 而我们中国教会 基本上读经的时候 只是读那些 支持自己观点的 结果只在自己的 温水区里面有 从来没有跳出 这个圈子思考 从来不会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 不会以更大的 更整全的圣经的教导 来看待我们自己 我们就绝对化 自己的主观 以为那就是神 对我的阴导和感动 然后再就经验主义的 个人的经验 某一次经验 经验不是不重要 但是经验不是绝对的 需要有经验之外的 客观的真理 作为评判 你听到了某个声音 你做了某个梦 感觉到了什么冲动 这个催促 那个不一定是来自神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还有别的灵 虐望的灵 撒旦 邪灵 还有你自己的灵 你自己里面欲望 也冲动 是吧 还有圣灵 可能的引导感动等等 所以不要只是凭着自己 过去的经验 经验可以作为参考 是吧 我们根据历史的教训 根据长期积累的一些规律 我们可以 但是我们要知道 有些东西可能会打破 不能 好多东西不能根据经验 好多东西需要经验 对不对 所属教派的经验 我们是 比如说威斯理工会的 我们的经验 我们以我们的经验 就判断别的 或者以我们的这个经验 去判断别的 都在圣经之外 在绝对真理之外 立出了其他片面的东西 代替绝对真理 来评判的时候 就会落到这种 反经验主义的里面 那第二 前面如果是反智 反神学 反理性 后面是喜欢神学 但是迷经验主义的 这些人是知道神学的 知神学的 甚至是改革宗的 甚至是欧陆的 欧陆改革宗的 长老会也好 怎么样 或者是谨心会的也好 总之有神学的 学过神学的 知道神学的重要 知道读书的重要 知道解经 圣经神学 什么救书史 一心称义 神的主权 恩典 都很重要 五大为独 等等 但是他们有一些问题 就是迷经验主义 第一个 所谓的核心教义 这个是在学术界 已经讨论的 发生在20世纪之后 一些主张 认为基督教就是这个 基督教就是那个 比如说 他们认为基督教 核心教义是预定论 约等于神的主权 请注意 预定论 教理重不重要 重要 神的主权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它是不是最重要的 这是问题 有的人为着预定论的问题 还不是反预定论 不信 不信 有的人反 有的人不接受 是因为我理解不了 没有很好的说明 介绍 有的人是一端性的 但是不管你懂不懂预定论 信不信预定论 它不是救恩的核心教义 你要听懂 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就听不懂 你要多祷告求神怜悯你 说明你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 国内有些激进的人 他们会可能骂 预定论 某牧师从来没有反对 预定的这个教义 我是说预定 不是核心教义 当你说 这个是核心教义的时候 其他都是策要的 但是你读基督教要义 读罗马书的时候 你发现 它处理的时候 它不是先讲预定 等它讲到一切的之后 回顾性的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称义 乃是上帝在创始之前的计划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这是神的奥秘等等 所以他不是把他作为第一教理 然后以词为出发去阐述 还有五大唯独 五大唯独就是这个唯独神的荣耀 唯独圣经啊 什么唯独信心啊 唯独神的 唯独恩典啊 唯独神的荣耀等等 唯独基督 对吧 等等 五大唯独 很重要 它是核心教义吗 当你说核心教义的时候 就是这些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次要的 神的主权重要吗 重要 是核心教义 所以神的主权重要 你人的责任就次要 所以你不能讲人的责任 一讲人的责任 阿民愿主义 异端功劳主义 律法主义 你就把神学 上帝在启示者的话语里面 那种有机的系统 就突然你的鼻子变大了 有一些人搞这个 我不是说姐妹 姐妹好弟兄 男的 现在男女都做这个整形手术 我不是鼓吹整形手术 有些整形手术 整的门门 明明是韩国人 整成这种欧版的那种 那种动画片里的 那个白雪 白雪公主还是好的 有一个玩偶 那个嘴唇像香肠一样 鼻子也很长 阿头目一样 然后头发黄黄的 这个胸和腰 腰像这个蚂蚁腰 屁股像这个蚂蚁屁股一样 我不是这个性别歧视 或者侮辱姐妹 我是说他每一个重要的器官 他都放大 有一些那个细的地方就缩小 就不均衡嘛 那个不叫美 但是他们会认为那个美 就是变态的那种心理去 扭曲整个各个器官部分的均衡 神学如果你过分的强调 某一个部分失衡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核心交易的这种论点 神的恩典 唯独恩典 他针对的是那些功劳主义 对不对 恩典当然重要 那除了恩典 没有人的责任吗 奥古斯丁加尔文 他们都强调人的责任 他们反对的不是行为 是反对在救恩里面 插上功劳性的行为 神招我们要成为圣洁 上帝称完你的义 难道就让你犯罪吗 断乎不可 保罗这么说了吗 因心称义 因心称义重要 是宗教改革家 路德也好等等 把因心称义当作 教会或者战力 或者是崩溃的 判断的一个尺度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的重要的真理 唯独 因心称义不是唯一的真理 甚至你不能说 它是核心的真理 当你说核心的时候 其他就次要的 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 只强调某几个碎片的真理 核心教义 这个学术的名称是这个 还有个就是简约主义 有一种简信主义 你只要信耶稣 跟我做个绝世祷告 亲爱的主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 为我定在世间 为我死了 复活了 我相信 我都能重复 然后我现在敞开 我的心门 打开 接待你 求你敬到我心里 然后敬到心里 阿们 阿们 欢迎你 进入神的家 简简单单做一个告白 所谓的口里承认 你怎么知道 人家心里相信 就把基督教信仰 简化的这种 用简单的公式化 或者简单程式化 约化的这种信仰 威胁 比如说要理问答 注意要理问答 五大唯独 信经信条都是好的 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信仰的全部 我们在教导 婴孩信仰的时候 教导信徒信仰的时候 洗礼教育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花十年 把整个基督教重要的真理 通科考试 我们在短时间内 尽可能地让他知道 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 最核心的真理 要理问答就是这个目的 最简单的 最核心的 最基本的 简单的 核心的 基本的 至少你应该知道了 但是不是全部 五大唯独一样 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点 那只有五点呢 不 还有很多 而且不是点 信仰从来不是点 我喜欢说 它是一个有机体 而不是一些碎片垃圾 一个拼图 一个积木 散乱的我们随意的挑几个 喜欢的这个重要的板块来 天天拿着玩耍 它是个人 是个生命体 是有机 有机的 真理 这位有机的 活泼的 生命的上帝 向着活泼的人 启示的信仰是活泼的 有理性的 有意志的 有情感的 有各个方面的真理 在整全的 关乎生命 敬虔的真理的 这个一种系统里面 各个知识 各个真理 它们之间是不可断裂的 有它不同的分量和位置的 我们不可以用现代的方法 割裂的方式 把它碎片化 分解 信经一样 信条一样 为什么这么讲 你要注意 不要简约主义 这是我根据我幕会和观察 中国基督徒 原来是反制 前面的 后来好了 感谢主 开始接受正统信仰了 然后又发现一些弊病 只学信经 只学信条 只学药理问答 不错 教育最快 最便捷 短期最见效的方式 是这样的学习方法 是可以的 但是它有问题 做个总结 试图以某一个原理 或教育出发 演绎推理出来 确认和建立自己的信仰 有的人就以上帝的预定为出发 我见过很多有长老的 长老会的内蒙的某个弟兄 我相信他不是牧师 因为没有人给他安利 安利也不合法 某个弟兄 他的老师是我的朋友 他老师 我们经常交流 我也知道他的观点 他的观点里面 如果说预定论的话 他属于堕落前预定论 这种是比较更激进的 去强调神主权的 所以他对人的行为很敏感 所以我说 这个老师呢 他实际上大学毕业 硕士呢 是在做中国宣教士的同时 网修了这个合同神学院的一个课程 所以严格来说 他没有这个道朔的 这个神学的这个正立八经的这个学位 当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到 当他没有严谨的受过这个训练的时候 有东西是开 靠着自学 他是没有办法突破那种局限的 所以他就过度强调那个 然后他们一块玩的这些人 都是这样比较强调 对阿米念警戒是没问题 我们都警戒 但是过度的强调神的主权 以至于甚至懒惰于祷告 懒惰于人的计划 懒惰于人的本分 这个是要命的 所以在他的信仰里面 他只能讲罗马书一章到十二章 但是他也讲十二章往后 那你去教导人行为的时候 你不可能每一个行为都强调神的主权 对不对 幕会性的语言和教理性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所以总是以预定论 以神的主权为出发点 虽然神的主权很重要 但是他以这个为前提去推理 为什么呢 帕金斯的这个金链 会给中国基督徒带来一种 雾面的效果 就是逻辑的推论 根据某一个演绎 但是你要注意帕金斯也好 等等这些学者 我刚才也说了改革派正统主义 他们都是很扎实的圣经学者 你读欧文的 人家原文很厉害的 圣经注释 他们都是基本上圣经注释 然后历史性资料的查考 然后这个哲学都行 但是你读他的作品中文版的教会 什么基督荣耀的身体教会 台湾改革宗出版 是翻译出版 这个再版的 那是摘要本 他的很薄的 全集你看看 是吧 所以缺少那种文本的注释 那种过程 只是拿结论来学的时候 我们就误解了 就是以某一个简单的教育去推理 然后以这个教理去解除所有的问题 这个是致命的神学问题 我们说神学不矛盾 没有错 他有直接内在的逻辑的这个和谐性 但是你不能只是根据某一个 把这个神的主权作为 这个万能要 在每一个环节都讲神的主权 背后都是神的主权 但是处理孟会性语言的时候 解释希伯来书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解释就很牵强等等 然后还有试图简单的 以几个标准总结信仰体系 这就是简化主义 简约主义 只知道那几个口诀 只知道那几个要点 除此之外 解释圣经的时候 所有的经文都用那几个招数去套 去切割 根本不看圣经文本的题材 文脉等等 所以改革派正统主义 他们是有这种扎实的学术的知识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 而且翻译成中文版本的 大多数都是信条信经 这些简约的 他不是什么圣经注释 或者这么讲道集 或者什么的更古典的作品 那里面的注释 他的过程 论述的过程都 我们都可以像读基督教要义 都反映出了他的注释 他的这个说明的过程 对不对 他不是像这个信经信条 要留问答那样 经文只是加上经文 经节而已 至于经文 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解释的过程都没有 所以你今天学教你的人 他没有充分的给你做圣经解释的话 只是解释的话 只是停留在教理的说明上 所以今天中国基督徒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学了神学不懂圣经 总是拿信经信条去套圣经 这样的怪象 因为他们没有基础 那日内瓦呢 他们讲这个小要论文 等等讲 人平时有扎实的解经讲道啊 伴随着他不管学信经信条 广学信经信条只能培养出来 那种好像有逻辑 但是没有逻辑的 只靠着自己的逻辑 或某一个前摄去推论 所有的东西 我遇到很多网上这种 找我问问题的人 基本都有这个弊病 一张嘴就怎么怎么地 都扯到预定论 都扯到什么五大要理啊等等 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没有消化明白 结果培养出的学生 都是那种短路的 只会三班辅的那些学生 遇到什么敌人都是三套 那几个招数 这是致命的问题 方法论上试图以其他权威代替圣经 我们刚才说有这种从属性的 或者是延伸性的权威 教父的也好 信经信条也好 他们的权威永远是赐予圣经 我们需要尊重 无论是什么比利时信条啊 多特信经啊 还有这什么韦斯米斯信仰告白啊 或者说加克顿信经 亚他那希信经 我们现在的实力可能不能挑战他们 颠覆他们修正他们 但是理论上你要知道他们永远不可以超过圣经的权威 我们在学习四卷加尔文说基督教会议的大公会议的时候 权威一定要以基督和他的话为最高权威 我们尊重会议的决议 但是我们不会把它置在神的话语之上 但今天很多基督徒只知道信经信条 要零问答 然后去用这种权威去批判圣经 这些东西呢 可以帮助我们 在我们解释圣经的过程当中 避免我们走偏 或者解释的结论 来反省我的结论 对不对 我不可能结论结出来一种 与明显的正统的信仰告白 矛盾的这样的结论吧 我个人的解经不是圣经本身 我个人的解经是有误的 圣经本身有误的 我个人的解经一定要从属在圣经的权威之下 或者是次等的 某种代表圣经权威的 某种次等权威的这种检验下 你要注意这个差别 所以我发现很多学了什么五大唯独 什么学预定论 什么学逻辑 学信仰告白信条的人 圣经一窍不同 你跟他解经 你跟他谈背景 开文脉 听不懂 他懒得挺 他就想跟你像哲学家一样 用那种学术的辩论 这就是所谓的迷经验主义 不具有经验主义学者的素养 但是却学着经验主义的模样 试图 当然这种也是加尔文所批判的 试图以某一个理性的前提 或者某一个教理的前提 然后去推导其他的 我们要确立一个教理 不是根据某一个经文某一个教理 而是根据整权圣经 这个有差别 所以不要急于求成 学什么素计法 素算法 心算 为了得答案好 但是那个逻辑推理过程 如何得到那个结论的过程 那个需要你的推理的实力 和处理资料的实力 那个才是你的实力 我学了什么 维斯米斯信仰告白 我学了什么 小10问答 那你有什么好牛的呢 好像学了全天下一样 圣经一窍不通 都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你现在学习的方法里面存在问题 你的老师不够均衡 你的老师也不够那个实力 然后那个学习信条 信经等等 不结合圣经的学习相辅相配的话 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 只知道信经 不知道圣经 只知道一些问答 一些结论 不知道圣经本身 离弃圣经本身的权威 去投奔刺激的权威 甚至拿刺激的权威去批判 去割裂 去撕裂圣经 这个本末倒置 这是在中国学习改革宗 学习神学的过程当中 基督徒里面体现出来的问题 这不是信经本身的问题 信仰告白要理问答本身的问题 是教的人的问题 和学的人出现的问题 有利 我刚才已经说了 教育上效率高 短期内学习信仰告白什么 可以打快拳 逻辑上也简明 这是信经信条 要理问答的长处 必定是骨感的信仰 没有肉 不丰满 脱离历史的 你也不知道那信经信条的历史 包括那个理论 那个批判 那个处境是什么 那个文脉的处境是什么 解释背景是什么 经文的背景是什么 脱离过程 那种论证得出这种决论的过程是什么 不知道 脱处境 当时的处境也脱离 经文的处境也脱离 我现在的处境乱应用 我现在的处境也解读不好 然后学到那个道理就随便塞给教会 结果跟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 不相吻合的东西就乱应用 弱化圣经的权威 高举什么信仰告白 要理问答 很好 但是你不能高举超过最高唯一的权威圣经 要以圣经为审视它 是吧 他们虽然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先辈们总结的嘛 但是它在某种程度来说 它是次等的权威 最重要的是圣经 所以你不能拿着这个去批判圣经 不能拿着这个去切割圣经 然后落到理性主义的里面 实际上就是理性主义 相信自己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理论推理 不是圣经 不是依附于圣经 而且是那种加尔文牧师所批判的 那种经验主义的危险的理 那我们广指出问题 不算什么实例 最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方案 恢复圣经权威的信仰意识 不是嘴皮子上 圣经是最高权威 是神的话 信仰和实践 这个神学的唯一资料 和信仰和实践最高的唯一的标准 谁都知道 你真这么信吗 你真这么实践吗 谁都嘴皮子上说 基督是我的主 是教会的元首 但你的教会真正是基督是元首吗 你别管了骂三字 什么这个不是投患了 你家庭里面有很多 在我看来也不是基督做元首的 因为他不是让基督掌管 不是按着基督的治理方式 也不是真的顺从基督的话 基督的话不是绝对的权威 嘴上告白的和实际操作的不一样 然后接受经验神学的训练 接受那种正统的教育训练 然后实用 就是反制的是不接受 所以他就接受 然后使用合适的 具有模范式的教材 我为什么没有用韦斯米斯的信仰告白 我以后会讲 我以前也讲过 小10问答以前讲过 多特信经也讲过 没留下录音资料 那是以前的事情 使徒信经讲过 基督教药义里面又讲了一遍 那为什么我没有用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讲呢 我说我找 是找一个真正技能够让我们学习解经 又学习教父思想 又学习信经 又学习护教 又培养我们敬前 木会的一个整 而且信息不是片面的 是丰富的 整全的 后来我发现 我竟然忽略了基督教药义 所以我把基督教药拿出来教 在我们教会 直到我辞职还没教完 这是弊病 但是教会要去恢复这个学习 为什么 今天的神学院是 圣经神学就教圣经神学 系统神学就教系统神学 以前的不是这样的 圣经科目是有圣经科目 但是他们都综合的 但是教完了这一切 谁把这些解经历史 实践系统神学等等 如何结合在一起呢 加尔文那个时期 甚至清教徒 或者说甚至到这个 十六十七世纪的 这个改革派正统主义时期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信仰 综合性的信仰 后来是碎片式的 割裂了 那找教材 你要找全面的 不只是加几个经文 去像伯克夫似的 那经文里面几乎是加括号的 根本没有详细的解释 小邀里 大邀里 韦斯文信仰告白 那证据经文都在下面列着 经节 他没有详细的解释 什么能够帮助你去学习解释呢 这些教义的结果 和解经的过程 怎么能够让我在学习教义的过程 又学习解经呢 基督教要义是比较合适的教材 不是因为我这个老王卖瓜 就吆喝这个 使这个教材重视起来 有的人我听说这个买了十年都没有拿起来读啊 好好读 跟他学方法 跟他学方法思考 跟他学解经 跟他学习处理文献的能力 跟他学习正统信仰的传承 这样的话 你不只是吃了顿饺子 你自己也会包饺子 你不只是看见了一亿头猪 你也养过猪 你也杀过猪 也炖过猪肉 这个个案处理的能力有了 下一个方法论上 其实没有什么 按照这样的经验主义的 这种学术性的处理问题 你看待问题和你处理问题 分析问题 讨论问题的方法 就不至于乱吵乱骂 对不对 问题还没讨论完 就开始人身攻击 就开始猜测人的动机了 批评人的态度了 跟那有什么关系 就事论事 我们在讨论问题本身 不是在讨论我的声调 我的服饰发型 是不是 我今天穿什么衣服 然后相对成熟的老师 国内很多改革宗的牧者 他们本身是没有在海外 国内因为家庭的 不可能去正理八经神学院读 有些是有条件的是 早就九几年 甚至2000年初 就开始出去海外读 在国内真正去读了 正理八经的神学院 既有信仰的阅历 墓会的阅历 培训的经验 和扎实的神学家的牧者 少之又少 因为我们接触改革宗的时间也短 而且据我调查 教国内一些传道人的一些老师 他们本身 无论是他们的博士学位 或者他们的学历 或者他们的神学思想 其实也不是那种顶尖的学者 很多都不是他的专业 所以这样的不够成熟的人 去教出了学生 学生又不成熟 在教你们的时候 这种结果是必然的 有些人只讲理论 不讲幕会 结果学了理论了 怎么应用到中国教会 搞不了 所以没有幕会经验的人 他的神学是没有办法落地的 将所有的只应用 用实际思考判断和讨论 你所学到的方法和内容 你在判断思考讨论的时候 应该体现出来才是 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 虽然中国教会的出路的问题 和去和从的问题很大 但是至少在当下 在一些喜欢学神学 和反对神学的 这一些基督徒的里面 我们面临着加尔文和经验主义的 这样的问题延伸出来 是和我们之间有关联性的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重新思考 当你在学习基督教教育的时候 重新思考加尔文和经验主义 神学之间的这个关系 同时也要反思 我们现在当下神学学习 是不是那种错误的经验主义 那种什么核心教义 那种简约主义 那种贬低圣经维权 某一个教义或某一个观念 为出发演绎出来 靠着演绎推论 导出其他的真理 这样的做法 都是宇加尔文和 十六十七世纪的 改革派正统主义的做法 是相悖的 你就不能以正统为自居 不管你嘴上说的什么道理 但是你处理问题和讨论 神学的方法 就不是正统的 好 我们内容就上到这里 好 宇Pat 好 这 好 这